第2351集 老大居高临下地俯视着遮天摩帝 得意洋洋地说道 哼 遮天摩帝浑身剧痛 甚至难以起身 但此刻气势却丝毫不减 看着补天镜四兄弟的眼神充满了不屑 最后的赢家是谁 可说不准 遮天摩帝露出诡异的笑容 这一刻补天镜四兄弟突然感到 无边危机将自己笼罩 不禁感到毛骨悚然 血月图天斩 夜晨的声音陡然响起 两轮血月在补天镜四兄弟东方升起 狂暴无匹的血月气息陡然浮现 恢红的力量过开了日月 撕裂了苍穹 我们等你很久了 此刻 老大邪笑一声 兄弟四人联手 无边邪气汹涌而出 瞬间化作一道邪气神芒 射向夜晨 别忘了还有我 就在此时 君墨在补天镜四兄弟的西侧出现 狂暴的血气冲消 无尽血光席卷 一道毁灭气息充斥时间 灰红的血气光柱轰然向着死人爆杀而来 你也不行 老大冷笑一声 兄弟四人再度出手 漫天邪气翻涌 化作无穷邪气奸刺 如同狂风骤雨般席向君墨 天穷在这一刻炸裂 夜晨与君墨被无匹的冲击所伤 顿时口吐鲜血倒飞而出 兄弟四人看到这一幕露出了猙獰笑容 他们算计好了一切 胜利属于他们 就在此刻 兄弟四人却未曾发现 在他们的头顶上方 一个魔气森然的空间通道浮现 紧接着无尽碾碎诸天的滔天黄泉水汹涌而下 不好 老大感受到无边的危机笼罩而来 抬头一看 灰红的重压席卷而下 仿佛是诸天万界在此刻倾倒 强横到极点的束缚力 瞬间将他们四人笼罩 走不了 兄弟四人此刻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他们不清楚这是什么水 为何有如此危能 这无匹的重压让他们头皮发麻 根本无法抵挡 毁天灭地的冲击瞬间席卷 简直无法无天堪称无敌 不要 兄弟四人怒吼连连 甚至透支燃烧生命力 想要阻挡着浩瀚的黄泉水 身后甚至再度凝聚出一尊 邪神虚影 只是此刻一切都没用 空间邪气 一切力量在浩荡黄泉水面前 完全不堪一击 瞬间被碾压被泯灭 黄泉水从天穹之上砸落而下 如同无边瀑布一般 瞬间将补天镜四兄弟碾碎炸裂 无边气血席卷四方 四名补天镜的气血 甚至让山谷中的花草树木都开始疯涨 一瞬间 一棵树苗都长成了参天大树 补天镜四兄弟瞬间深云 夜晨看到这一幕总算是松了口气 从地上站起身 浑身提不起一丝力气 君墨虚弱的声音传来 他砸落在一座大山之上 此刻身处无数废石之中 艰难地爬出来 浑身浴血 眼神却是无比兴奋 与此同时 身处泥泞之中的遮天魔地 也尽全身力气站起身来 三人身处无尽山脉中 却相视一笑 四名补天镜 这是前所未有的危机 靠着夜晨三人齐心协力 才勉强度过 这一战让君墨和夜晨二人 变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 毕竟也算得上是生死之交 天穷之上的黄泉水出现的突然 让补天镜四兄弟未曾察觉 但这其实是夜晨三人早就算计好的 在遮天魔地将夜晨二人收入魔器中守护时 夜晨便在计算这一幕了 毕竟他很清楚 遮天魔地想要独自一人 硬汉四名补天镜 这不一定做得到 所以夜晨便借助遮天魔地的魔器遮蔽 将无数黄泉水挪到遮天魔地的魔器空间之中 就如同轩原墨爷做的一样 之后在补天镜四兄弟放松警惕的时候 释放黄泉水 果然一举将四兄弟成功诛灭 待我将黄泉水收回 我们就离开 夜晨嘴角勾起一抹弧度 调息片刻 恢复了一定力量 便开始收取黄泉水 而在此刻 遮天魔地与君墨也在修炼恢复伤势 尤其是遮天魔地 刚刚突破就爆发如此可怕的一战 他的伤势十分严重 而且炼化血忧之心 遮天魔地也受到了一点暗伤 他甚至被血忧之心的意念下了诅咒 血忧之心的意念是昔日的无上强者 这样的强者虽然已经陨落 但是残留意识发出的诅咒 还是有着莫大的因果 因此 遮天魔地需要借助夜晨的黄泉水 洗刷掉这可怕的诅咒 随着遮天魔地在轮回墓地之中 将诅咒洗刷 夜晨也将黄泉水都收取干净 然后夜晨三人便离开了这处山脉 又寻了一处比较隐秘的地方 调养身体 让自己恢复最强状态 与此同时 熔岩古地不远处的大山之中 轩辕墨爷站在一处弥漫着浩瀚元气 神秘至极的空间之中 这空间浩荡至极 充满了无尽威严 无上伟力在这处空间中弥漫 空间的天穷之上 则是日月星辰图 图上的星辰散发出无尽星辉 仿佛真实一般 而在空间的大地之上 是无数条河流 每一条河流中的河水 都蕴含着不同的韵味 这里仿佛是水诞生的地方 是一切水的源头 水之源 轩辕墨爷缓缓地睁开双眼 这处神秘空间 正是瀑布源头后方的世界 此刻他已经在这源头世界 感悟到了水之源里 下一刻 轩辕墨爷的眼中 骤然浮现了无穷雾气 雾气之中仿佛有无数河流奔涌 轩辕墨爷看向石头 石头之上竟然涌现涓涓细流 而这细流却蕴含着狂暴无匹 毁天灭地的腐蚀力量 瞬间将石头消灭殆尽 而下一刻 轩辕墨爷又看向一棵小树 小树之上也涌现水汽 水汽笼罩之下 小树倾壳间长成参天大树 这水汽中蕴含着无尽生机 水之源里 我已经大致掌握 轩辕墨爷嘴角勾起 一抹诡异的弧度 这段时间内 他不但领悟了水之源力 还成功突破补天境 用不了多久 他就能将这里蕴含的水之源力 融会贯通 到时候便是他斩杀叶辰 报仇血恨之时 等着吧 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绝望 轩辕墨爷目光森然地说道 与此同时 苍茫的天穷之下 一条神龙龙为浩荡 在无尽云朵之中穿行 沿途的生灵 察觉到这强大的气息 都不敢有丝毫阻拦 而此刻 耶路尔盘坐在神龙身躯之上 目光隐晦地看着下方的神龙 这神龙便是那日 将他从三只凶兽手里 救出来的老妇 这些日子 耶路尔一直在老妇的身上 盘膝调养伤势 只是因为有老妇的禁止存在 他的伤势却一直未能痊愈 一开始 耶路尔还打算隐晦地 将禁止解除 但是却发现这禁止之力 极其地强悍 根本无法抵御 让他越发地焦躁 此时此刻 耶路尔总算忍不住了 老妇显然别有用心 如果任由老妇带着离开 不知道要遭遇什么危险 我要离开了 耶路尔陡然开口说道 啊 神龙此刻一惊 无尽隆气凝聚出一张人脸 出现在耶路尔的面前 正是老妇的面孔 主子 你要去哪儿啊 老妇面孔充满关切 一如既往的忠诚模样 接着开口说道 这地方太危险 主子 你的伤势又没有恢复 恐怕是遭遇了别人的暗算 我带你去疗伤 不然你自己离去 九死一生啊 不必了 老妇还在演戏 耶路尔也没有选择撕破脸 冷漠的毛子看着老妇 陡然开口说道 我喜欢独来独往 这些日子多谢你的照顾 就此别过 说吧 耶路尔陡然化龙 浩荡龙危弥漫而出 他瞬间向着不远处的群山之中飞去 耶路尔虽然伤势一直没有恢复 但毕竟调养了这么久 凝聚了一些力量 此刻能够化龙 他便准备立刻离开 不和老妇虚于尾夷 只是此刻老妇看到耶路尔离开自己 竟然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 他已经意识到 耶路尔察觉到了什么 储子 你这是要去哪儿呢 老妇阴邪一笑 无边龙气陡然席卷而出 瞬间化作四道锁链 直接将耶路尔给捆绑住 耶路尔虽然能够化龙 但是伤势太重 飞顿速度并不快 此刻根本甩不掉锁链 被捆绑住 内心怒火生疼 你到底想做什么 耶路尔看着老妇立刻道 这老妇狼子野心 他早就发现了 原本还指望老妇 不愿撕破伪装 他可以借机离开 只是现在看来 老妇早就下定决心 要害自己了 做什么 老妇携笑一声 龙爪陡然探出 直接将耶路尔抓在龙爪之下 我要带着你去见韩渊之尊 你体内蕴含祖龙血脉 韩渊之尊寻找了十几万年 见到你 一定会给我天大的赏赐 老妇说到这里 眼神不禁激动起来 韩渊之尊的手笔向来大方 自己将韩渊之尊最渴望的 祖龙血脉献上 到时候获得的好处 足够让自己一飞冲天 韩渊之尊 耶路尔眉头微皱 开口问道 他是什么人 他是地渊殿的上尉者 你这样的小喽喽 能够见他一面 也损得上你的荣幸 老妇黑黑邪笑起来